接着呢 我们来看这个电容电路 最简单的电容电路 电容电路大概有两种 一种是并连呢 一种是串连 这是属于并连的一个电路 那我们知道并连的话 它的这个电量呢 是相加的 就是假设只有一个电容器的话 我们称为等效电容 那这个等效电容 它的电量呢 一定会等于Q1加上Q2 那因为电量呢 它是等于电容乘上电位差 但是因为并连电路的电位差 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可见呢 它的等效电容呢 等于说并连电容电路 它的等效电容 是两个电容相加 好 那我们再看串连电路 如果是两个串连的电容器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电量是相等的 在充电的过程当中 这边的电厂 会把这边的自由电子 带过来这里 那饱和以后 它就是得到感应 所以这边自然相对的 就会出现在正电 那这边就会带负电 所以它的电量是相同的 那因此我们知道电位差 是等于电量除上电容 所以我们就得到 经过整理以后呢 我们知道串连电容电路 它的等效电容的导数呢 是等于个别电容的导数的核 那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我们现在有一个电路 一个电容电路 那我们知道这一组 这一组的电容呢 它是属于并连 第二组呢也是并连 那第三组就是单独一个 但是第一组跟第二组 还有这第三组呢 他们就形成一个串连电容电路 那根据这个并连电路 电路它的等效电容呢 是两个相加 所以我们把这个做一个整合 所以第一组的 它的等效电容是四个法拉 就四个F 那这一组呢就是认了六个 那加上这一组 所以这三组呢 它是属于那个 颤连电容电路 所以整个总电容 整个电路的这个电容的 等效电容呢 就是整个三组电路的电容 它的导数呢 就等于这三组电容的 这个导数的核 所以我们就变成四分之一 然后加上六分之一 好 再加上十二分之一 好 我们把它通分以后呢 它就会变成十二分之 好 三加二 再加一 好 所以我们很快的就可以 到它的等效电容呢 是 两个 两个F 有关电容电路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观看 Ki I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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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